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肠道菌群庞大复杂 细菌种类反多便于分类 我们从功能上将这些细菌分为共生菌条件之病菌之病菌 现代研究发现某些疾病的发生与肠道菌群失调有关 于是从正常人体存在的共生菌中分离培养出用于纠正菌群失调的细菌 利用这些细菌制作出的微生物质剂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益生菌 而且有多种因素可以导致我们肠道内的菌群失调 第一 抗生素滥用是肠道菌群失调最常见的原因 抗生素 免疫抑制剂 细胞堵性药物 激素及抗肿瘤等药物的应用 均可引起肠道菌群失调 尤其是长期使用广浦抗生素后 肠道内对抗生素敏感的正常菌群被抑制 但同时产生了抗生素耐药性的细菌又过量繁殖 肠道菌群自然会失调 第二 饮食习惯能影响肠道菌群的种类和数量 不良的饮食习惯会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 如饮食不节 三餐无定 过饥过饱 偏食挑食 过食肥干后味 第三 肠道动力异常菌群繁殖降低 正常的肠道运动是防止肠道菌群失调的一个重要手段 肠道的蠕动能不断推进食物 这个过程中肠道内的细菌也随之移动 不会挺聚 繁殖 因此肠道动力出现障碍时 肠蠕动 食物推进速度减缓 排泄物在肠道里停滞的同时 细菌具有机会大量繁殖 这样就加速了肠道菌群失调 第四 情绪不良也会滋生病菌 研究发现 心理压力也会导致肠道内 共生菌的数量减少 致病菌数量增加 导致肠道菌群失调 下面小关再来和大家讲讲 滥用益生菌可能造成的问题 我们的胃肠道在每天消化吸收正常饮食的过程中 便能产生大量的共生菌 无需借助外缘补充益生菌 何况 肠道里的细菌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 各菌种都处在动态平衡之中 当益生菌过多 平衡被打破 共生菌也就成为了条件之病菌而带来的新的危害 严重的还可以引发细菌感染 当肠道菌群失衡发生 可请外缘性的益生菌来帮助短期内建立平衡 纠正紊乱 可是这样 造成肠道失衡的原因并没有得到解决 肠道菌群生存缓禁恶劣 机体自身的共生菌都无法存活 补充的益生菌也很难定制并发挥作用 因此 瘦弱婴幼儿 年老体弱等 为肠道功能不良的人使用益生菌就要更加谨慎 可千万不能这东西好多多益善 把益生菌等保健品当药来吃 有病还需及时就医 改善未肠道还是应当从日常入手 合理三餐 均衡 营养为先 中医也有许多有效方法 能使体内菌群达到平衡 但中医是用改善肠道环境的办法 而不是向体内增加额外的益生菌 中医学认为 人体正气具有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 抗育能力及康复能力 而将一切致病因素称为邪气 疾病的发生与否 与正邪交争的结果密切相关 正胜邪不发病 邪胜症则发病 因此提出扶正去邪的治疗原则 中医学正邪交争的病基学理论 在卫生态系统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人体内的卫生态 诸如肠道菌群保持正常的数量 种类 分布等秩序 就是正气 若肠道菌群比例失调分布异常 人与菌群之间不相应 就是邪气 邪气症则会发病 正常情况下 肠道菌群等人体内的卫生态 都处于动态平衡之中 只有因某些因素破坏了 机体的卫生态平衡 造成卫生态失调 机体的免疫功能和定制抗力下降 治病菌才有迹可乘 在体内定制而治病 因此 卫生态平衡与失调 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与否 相应的治疗不是单纯杀菌和异菌 而是使正常菌群充分发挥生物 解抗作用 将治病菌驱除 这正好与中医辅证去写理论 不谋而合 小关在这里还为大家整理了一些 中国人关于益生菌的困惑 也许里面就有你想得到的答案 一 益生菌到底是什么东西 益生菌人体天生自带的细菌 益生菌是肠道里本来就有的细菌 与人体是共生关系 帮人消化食物等 同时获取自己赖以生存的热量等 现在人们有能力把这些益生菌 批量生产出来销售 二 什么情况下 肠道里的益生菌 可能失衡或者部分缺失 生病 乱用药 情绪不好 益生菌是一种低等生物 对生存环境有严格的要求 如果肠道内温度 湿度 气体环境发生变化 都有可能导致益生菌 大量不能正常的生长繁殖 而这种变化通常就是人体生病导致的 部分药物 比如抗生素的滥用 也会导致肠道内的部分益生菌直接被杀死 三 肠道内益生菌失衡 会导致什么问题 身体依赖益生菌干的事情有很多 直接的影响就是肠道的消化和吸收机能受到影响 然后 消化和吸收机能的副产品 就是粪便会有异常 比如出现阳食丹或者便秘 当然 这是导致粪便异常的一种原因 另一种常见原因 是肠道内水液的代谢异常 导致粪便水含量出异常 还有一种原因 是肠道的蠕动速度异常 如果太慢 粪便水分被吸收太多就会偏干 如果太快 粪便水分太多就是拉吸 四 吃进去的益生菌都能存活 都能发挥功能吗 不一定 要看肠道内环境 如果是生病情况 本来身体内的环境就发生了变化 比如 如果肠道内特定区域太冷了一点点 那进入益生菌 也都可能没有办法生存 很快就会全部玩完 如果温度没有恢复 只是补充益生菌 也是没有用的 五 益生菌可以治疗便秘吗 根据前面几个问题分析 可以让我们知道 吃益生菌可能有效 也可能无效 有效的情况就是 吃入的益生菌 正好帮助肠道 恢复了正常的消化功能 然后新的益生菌 也能正常的自己生产和补充起来 最大可能无效的情况 则是体内的环境没有恢复 益生菌没法发挥正常功能 那怎样才能真正去治疗便秘 还是需要整体去考虑 从益生菌治疗便秘 或者其他肠道问题 属于比较指标的一种方式 一直只是去治标 可能就会耽误了小孩的治本治疗 曾经就有一个小孩 吃某澳洲益生菌特别好 便秘吃点就好了 然后到了两岁 就演变成了顽固性便秘 那么怎么样算是治本治疗呢 建议学习中医的变症思维 从整体的角度去看待疾病过程 而不是只去看其中的一种 或者几种影响因素 六 益生菌可以作为保健品 长期吃吗 越是有效成分含量高的 越是疗效好的越要慎重 如果有效成分低的 疗效差的 补充的益生菌 相对于肠道已有的 可能是九牛一毛 估计没有太大影响 我们有一直提醒妈妈们 如果是一直及时的小孩 不适合经常吃饱和玩小食 因为消化是身体的本来功能 如果老是要用外力来帮助 就时间长了 身体的消化功能可能会减弱 你要恢复脾胃的功能 脾胃功能恢复了 就不会有及时了 益生菌能否服用 类比这种场景 大家可以自己思考 正常的人体 确实可以不断生产和反复 再生出各种益生菌 这是身体的本能 不需要依赖外部补充 好了 关于益生菌的内容 小关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在这里 小关再次提醒大家 请千万不要沦为 益生菌的努力 如果您对益生菌的服用 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 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 那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